我沒有參加過亞運沒參加過奧運 所以其實我會很想要幫選手能夠朝這方面去走這樣子 走 我是從國中一年級下學期接觸跆拳的 對於空手道我們大概一般那首常常聽到 跆拳就完全是陌生不是那麼的了解 然後我又看到那個空手道的教練是胖胖的肚子大大 然後那時候我的啟蒙教練 我那時候啟蒙教練有兩位 然後就很帥騎個低踢 然後身材都保持得很好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奇怪跆拳是什麼就好奇 所以就加入學校社團 其實所以我開始練跆拳並不是從道館 我是從學校的社團開始參加的 但是早期的話還是以男選手的比較多 其實那時候我們的環境沒有那麼好 我們很客難 就在學校的頂樓 學校頂樓也沒有像現在有專屬的跆旋場地 就只是一般的那種磁磚地 甚至於可能是只有水泥地 我們就在上面練習這樣 很客難 非常客難 當然那時候其實我國中的時候 我的教練相當嚴格 要求我們不會心軟 我以前還要控制體重 因為我以前剛開始 因為教練看我身材的優勢 所以希望能夠打前面量級 是因為我身材高 然後又要控制體重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是完全是最沒有 體力也不好 肌力也不好 然後常常就是踢動作的時候 會被教練要求 會被教練罵這樣子 但是常常就是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是打不腫罵不跑的 我不是一個聰明的選手 我其實是一個很 在練習的時候 還蠻苦練的一個選手 中間當然成績起起落落 尤其是因為我後面 到後面的時候 我其實打了量級比較後面了 尤其越到後面量級的時候 我們出國比賽 尤其參加市井賽世界盃 選手的身材 國外選手的身材 都比我們高達許多 讓我在中間也比較挫折的是 我其實有兩次 國家代表隊我沒有拿到成績 我有曾經逃避過一段時間 不練習 然後一直到 又碰到後來來的 國家代表隊聘的 很容易成河教練 帶著我們 開始從訓練的模式當中 去做改變 那時候也是第一次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 女生跟女生練習 可是因為這個教練的關係 他的訓練方式 他把男生跟女生一起練 那時候其實他也帶給我們很多的戰術的概念 那時候開始其實慢慢的 我才會去找到 我在比賽當中 我的缺點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戰術的概念 其實早期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要練跆拳 也沒有人告訴我說 國中畢業要讀哪裡 哪個高中 高中畢業要讀哪個學校 而且那時候我會覺得 我不打跆拳我能幹嘛 常常教練跟我講說 如果我不愛讀書 那就把成績打出來 大概大學畢業完大家都要從事面臨工作 那我們也在講以前 最多了不起就是要考私培 就是當老師 否則的話就是開道館 可是那時候道館並沒有那麼普及 可是實際上坦白說 我那時候還真的沒有想到說 我畢業後要幹嘛 大師要畢業的那一學期 我們同學都在想說要讀哪裡 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就想說 好吧 那就是想辦法去找個學校來代課 去國小當代課老師 然後呢 我畢業的那一年 學校把我留下來 然後把我留下來在學校擔任主教的工作 其實應該是度他亞運前的時候 張家仁他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那你要不要帶去國家隊 其實這是一個磨練 那你要不要下去做一個當教練 他也是在鼓勵我 那我後來跟他說好 那我試看看 我沒有參加過亞運 沒參加過奧運 我覺得這是一個遺憾 所以我現在常常在跟學友講 我說 只要你能夠有機會去爭取 我都希望他們能夠試看看 例如像曾立成 其實那時候在國家隊的時候 每個教練都說他身材不好 然後要參加奧運不可能 尤其是他已經選 連續參加奧運選拔參加了三屆 所以前面兩次他都沒有選上 可是你就會知道說他其實很努力 他從大學進來他的目標就是奧運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就會更想要幫他 而且那時候我的年齡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說那應該說 一二年算是最後一次的機會 我們那時候那段經歷真的是 就是永遠會忘不掉 他是我唯一的抗三啊 對啊 他如果倒了那我就倒了 湯老師他扮演的角色不只是說陪伴 他甚至還要想辦法讓我重新再站起來 在這十天內 教練的過程當中 其實不斷的一直在激發我自己 坦白說我以前當選手其實很懦弱 我不是一個很悍的選手 我其實還蠻懦弱 我比完賽下來我常常 教練常常講比賽贏也哭輸也哭 常常是這樣子 可是一旦等到我當了助教開始 當帶我的選手出去比賽的時候 其實慢慢的你要知道你要去捍衛 去保護你的選手 一年一年當中 無形之間每一次每一次比賽 每一次的一些紛爭當中 其實無形之間讓自己更堅強 很多時候是在激發我自己的一些錢人 這個過程我真的是跟著成長 那以2012年倫敦奧運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嘛 那時候在整個的賽會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跟歷程的在培訓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爭執 然後也很多的磨合 當教練帶選手的時候 尤其是在面對比賽張力很強的時候 什麼時候該堅持 什麼時候該退 該讓步 對於我來講我覺得其實學習蠻多的 可能是因為跆拳道這個運動的屬性吧 讓她從一個比較裸弱到最後一個很堅強 或是很獨立一方的一個女孩子 可能是不是因為談到訓練的過程當中 讓她塑造成的 奧運代表的教練從來沒有過是女生 那她是唯一一個跆拳道的 唯一奧運的女教練 那她也是 也許她也是在證明她自己 但是我們就是我們兩個都是女生 然後再配防護員也都女生 我們就是有一股氣就是 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那真的打鬧的時候覺得 哇 過去的很多不開心 還有很多的壓力 其實都是已經 我們就覺得 給我們證明給我們可以 對 我覺得她老師 她就很像亦師亦友一樣 就是當她在當教練的時候 我們是對她非常尊敬 可是私底下我們又像朋友一樣 就是你現在即使遇到很多的挫折 其實我會很感謝是因為跆拳道 我現在很多的 包含我現在的工作 我後來的這些相關的學經歷這些東西 這是現在的我的經驗 生活中的一些經驗 可以這麼豐富 其實我覺得都是跆拳道給我的 你當你要有能力幫助學生之前 你必須你自己要具備一些 你有一些能力 你才有能力去幫忙學生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奧運金牌 可是我覺得 至少能夠協助他們達到了一些目標 他的人生其實很多的觀念是正確的 我想這個才是最具意義的